各位弟兄姐妹 平安欢迎收看正式时候 It's time to pray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主题是 祷告 祈求和感谢 我们要来看的经文是 记载在腓立比书四章六节 保罗告诉我们说 应当义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我想在疫情当中 其实我们最需要的 就是出人意外的平安 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心怀意念 一直在乱窜 这个圣经上面讲说 应当义无挂虑 就发现我们全身挂的都是虑 全身挂的都是忧虑 都是恐惧 看在透过LINE的讯息 传来传去 越看越忧虑 看着新闻报导 越看越忧虑 可是这边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在疫情当中 怎么样 义无挂虑耶 可是关键是什么 只要凡事 凡事借着什么 祷告 祈求 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那你有没有祷告 我相信你一定有祷告 你有没有祈求 我相信你也有祈求 可是 这边告诉我们 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 临到我们心里面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是祷告 祷告祈求和感谢 英文是 With Thanksgiving 换句话说 你的祷告祈求的包装 要用感谢把它打包 带到神的面前 意思是说 祷告祈求 没有用感谢打包 我告诉你 你知道祷告祈求 没有加上感谢 有的时候跟抱怨 没有两样 因为祷告跟祈求 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焦点是在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上面 我们跟神求嘛 我们期待有更多的疫苗 足够的疫苗 所以我们跟神做 这样一个祷告 因为它还没有发生 或者是说 我们得为疫情来祷告 因为疫情还没有解决 所以我们的眼目 是注视在 没有发生的事情上面 我们向神来求 这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你只是定睛 一直在神还没有 做的事情上面 跟神求 我们容易陷入到 一种召集的里面 因为你的眼目 是定睛在看什么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祷告祈求 要加上感谢 或者是说 那个打包 那个包装 你要用感谢把它打包起来 所以当你在祷告祈求的时候 注意哦 你的眼目是在看 还没发生的事情 有的时候 在一直注视 没有发生的事情 其实越祷告会越沮丧 对不对 可是当你加上感谢 或者是用感谢作为 打包的时候 突然你的眼目被拉回来 拉回到什么 拉回到神 曾经为你成就的 现在为你成就的 你定睛在看 神已经做的事情上面 这可以帮助我们什么 当你心里面充满感谢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祂在做一件事 祂把你对现在 神还没有做的 现在神还没有出手 成就式的这种忧虑 在等待当中的这种急迫也好 挂虑也好 祂可以把这些东西 从你里面完全的出去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 把你的祷告跟祈求 用感恩来打包 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是 在疫情当中 我们仍然要感谢神 所以我会给大家一点时间 你就在你所在的地方 现在眼睛闭起来 你来感谢祂 你说我想到的是恐惧 我想到的是忧虑 我想到的是疫情 我想到的是确诊人数 OK 这些我们待会可以来祷告 但是你先要什么 先要以感恩为祭献给神 让感恩来改变你的心思意念 吃吃看 吃吃看 开口来感谢祂 你说可是我已经没有工作了 我现在在放无薪假 我现在生意已经掉了五成以上 你还是在看 没有发生的事情 你可否为 你仍然有五成的收入感谢神 你可否为 你现在的身体健康感谢神 你可否为 现在家庭 有很多的时间在一起 感谢神 不管怎么样 调整 你要进入到感谢的里面 你就必须要找 你的眼目必须要调整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 我给大家一点时间 听众姐妹不要忘记 听众姐妹 你有没有刚才经历到 其实当你感谢的时候 其实感谢也是一个flow 也是一个圣灵的水流 当你越多的去感谢的时候 它会越自然出来 它从你里面会涌出来 你知道很多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看的是没有发生的事情 所以感谢是一个操练 感谢是一个属灵的操练 感谢也是在这个季节当中 非常重要的操练 以至于神出人意外的平安 可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父神在这个季节当中 我们真的需要操练我们的眼光 操练我们的焦点 当我们定睛在这个疫情 环境确诊人数 死亡人数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充满的 就是忧虑恐惧害怕 还是主你教导我们 当我们要把我们所要的 告诉你的时候 我们是把祷告祈求 加上感谢打包 父神你帮助我们 数算我们的恩典 数算你在我们生命当中 你过去怎么样 信实地带领着我们 今天让我们继续在感恩的里面 相信神 你是为我们独行其事的圣 主在感恩当中 突然我们的心就开了 在感恩的里面 焦虑从我们身上 就完全地脱落 在感恩的里面 我们看见到一个 绝然不一样的环境 因为我们看见 那位良善的父 你仍然坐着为王 因此主我们宣告 让整个教会 进入到一个感恩的 恩高的里面 感谢你耶稣 祷告奉靠觉署的圣名 阿们 弟兄姐妹 正是时候 它是时候回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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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订阅